好像是这个 不知道是他还是他节目就拿过诺博尔检 他们讨论的可能应当多一些 对于这个一个飞行器来说 这个从我简单地给大家提一下 大家有个概念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有最重要的三个参数 这个一个是它的阻力 就是我们说的阻力 阻力系数 阻力系数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Jack 就是我们一直用的这个D 乌V平方 乘上一个面积 这个是阻力系数 因为你这个阻力系数用来做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它的阻力 有了阻力以后你就知道 就是说你的推力要有多大 对吧 因为你所发动机的推力 就是要克服阻力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叫做生力 生力系数 Lift 大家能不能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 有没有东西能够说出来 有没有东西能够说出来 生力阻力 生力阻力 生足笔就是生力系数 这个笔上阻力系数 这个不是独立的 还能有一个 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力学里头最基本的 就是说 它有了力以后 还会有力矩 对吧 力矩 这个力矩 当然实际上按道理要说的话 我们这个坐标 比如说我这个坐标 你要给出来的话 这个比如说是 这个上面比方是外 然后这个前面是这个吧 这个另外一个方向是在 对吧 这个要说 所有的自由度 自由度有几个 六个 对吧 这个你 就是六 简直说六个就对了 是吧 有力 有三个 对吧 我们这里 当然了 我们这里只是 这个 在X方向一个 在Y方向一个 在展向的呢 我们假设没有 假设是 这个设计都是对称的 对称的 那么这个力矩 力矩 力矩 也就是说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关心 就是绕X轴的 绕Z的轴的力矩 对吧 所以这里头呢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CM 力矩系数 力矩系数就是这个M 这个M呢是叫pitching moment 当然这个有个特征长度 那么这个实际上 这个力矩 我们就叫它 就俗称叫它抬头 或者低头力矩 抬头力矩 对吧 这个时候是 有这个力矩是抬头 对吧 这个头就抬起来 抬头力矩 那么你设计 这个飞机设计 它永远不会平衡的 这个你抬头力矩 还是低头力矩 那么这个时候很讲究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几个力矩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 绕这个X轴 X轴 这个这个 那个力矩呢 我们把它叫做滚转力矩 滚转 对吧 就是打滚的时候 对吧 怎么样来控制它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以后大家可能会 空气动力学会讲到更多 这个滚转力矩 还有一个绕外轴的 这个 绕外轴 对吧 绕外轴飞行机 这样 这个力矩呢 我们把它叫偏航力矩 这个 它改变方向 对吧 这个 但是呢 这个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三个 最基本三个 就是说 你这个会 能不能生起来 这个力力力力力力当是什么 升力 升力应当是什么东西 等于什么? 生理不是要等于亚利沙,而是要等于它自身的重量,飞机的重量,对吧? 飞机的重量实际上,你在生理要跟重量平衡。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说这个呢? 实际上,我简单给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阻力。 我们现在讨论的阻力,实际上,对于一个二维的物体来说, for 2D bodies, CD consists of 这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前面讨论的Friction Coefficient, Friction Jack. 我们讨论这个阻力,实际上是Friction Jack. 还有一部分阻力来自前后的压力差。 所以叫做 Pressure Jack. 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比如说 CD Friction,对吧? 这个CD Pressure Jack. 也就是说,CD呢? 等于这个CD,比如说 Pressure,加上CD Friction. 这两部分。 那么前面呢,当然前面也许你会说,你前面这个阻力好像直接就是等于这个摩擦阻力,对吧? 我们没有讨论这个 Pressure Jack. 那么因为我们讨论边界层的平板边界层,没有压力差,所以不存在压差阻力。 那么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圆柱,圆球,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到有压力的差别,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压差阻力呢,主要是怎么产生呢? 或者说在什么地方起主要作用呢? 就是对于这个钝体。 Dominant for 所谓的钝体。 叫 Bluff bodies。 这个钝体,圆头圆脑,像汽车这种,是吧? 其实我们飞机呢,都避免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然后像这个模组呢,什么时候占主导作用呢? 就是细长体。 流线比较好的,Streamline bodies。 所以这个,有这样的特点。 比如说对于这个,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两部分,往往在实际问题里面都存在。 主要是谁起了所要作用。 比如说我们以前讨论的高尔夫球问题。 对吧? 你这个阻力。 这个球。 其实一个球的阻力系数。 比如说这个球。 我们说这个球吧。 这个Sphere。 这个是CD。 对吧? 当然我们说我们把它换成Lock。 这个是联络树。 也是联络树。 那么,平板的时候我们有过一条直线下来。 对于球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 大家有机会,以后学年线流体力学,你就可以把这个球在成流的时候,这个阻力可以算出来。 那么算出来呢,就是这个阻力系数呢,就是一个直线。 这个阻力系数。 那么这个是,这个。 这条线就是24R1。 那么这个就是CD。 这个阻力啊。 是这个样子。 那么真正的这个阻力呢,就是这样。 真正的阻力曲线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 这个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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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阻力。 他会。 这一段呢,基本上呢,这跟雷诺素啊,没关系。 是吧。 这个。 到了这个时候,又跟雷诺素,又没关系。 跟雷诺素再变化,他这个也不太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球 这个后面有分离 就是说你这个分离 是这个是成流分离还是退流分离 也就是整个流动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高尔夫球 阻力会小会走得更快 尽管它表面上坑坑坑坑洼洼 对吧 表面上坑坑洼洼的话 实际上表面不光滑 我们知道它的摩擦阻力肯定是大的 对吧 但是它把你这个压叉阻力降小了 假如说你是这个光溜溜的话呢 那么它分离啊 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分离了 而它由于表面的不光滑 造成汤流 我们这个表面塑造度啊 实际上是导致汤流更容易产生 那么就把这个分离往后推了 那么导致这个压叉阻力变小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这两个东西怎么样在这里头 找到一个平衡点 简单的给大家这个介绍 要一点这空气动力学的这个知识 因为这个也是跟边界层啊 我们这个边界层密切相关 实际上这个生力 这生力 我主力我们谈的比较多 生力 生力怎么产生 这个 刚才有同学就两上下 最后肯定上下两边压力要有差别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往往有错觉 好像一定是要 这个上下 一定是要有 对吧 上面一个曲线 下面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构型 就是说 这样下面流线呢 就这样过来 上面呢 这样再过来的话 你上面必须要 走得比较快 在这 到后面才能够会面 对吧 所以这个上面流的快 上面压力小 下面的压力就比较大 其实这个飞行机或者说生力的产生挺复杂 并不挺 我没有这个也可以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风筝 对吧 我们的风筝 这个是我们古老的一个传统 风筝没有这些 就突破了这样的传统的这种理论 风筝的话 风筝靠什么呢 风筝肯定靠风 但是有风就可以起来吗 有线是因为你想拉住它 线实上也不光是拉住 实上还控制它 但是那些都不是这个 其实风筝所以会飘起来 就是因为 就像我们这张纸一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这个银角 对吧 有一个银角 它才把它推起来 所以这个生力 生力的产生 实际上 我直接写出来了 大家也就直接记住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详细讨论 这个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可以推导出来的 这个生力 假如说是一个 比如说这一块板 或者说一个我们叫做异形 我们把这个叫做异形 我们把它叫做Airfoil 叫做异形 中文的名字叫做异形 我们把这个叫做异形 当然这个是足够薄了 我们说的是很薄的 这个生力气数可以推导出来 可以推导出来 因为大家上空气动力学的时候 大致是2πα 2πα 这个是有这个公角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实际上是有范围 这个范围并且理论指示都不到了 所以并不是α越大越好 是吧 α越大越好 从这个公式来说看起来越大越好 但是这一般是指α比较小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我这个有点公角可以 这个平的肯定不行 α等于0就没有胜利 我这样 大家随意看 这也没有胜利 所以这一定是有一定的公角 这个所以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就叫所谓 你风再大的话 都不管用 这个就是说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 你转到一定的时候 过了某一个角度 整个就叫施数 这个同学也知道 这叫施数 什么叫施数 施数 这个什么叫施数 施数 施数并不是说失去速度 施数 施数呢 是叫施数 施数呢 就是实际上 是突然失去了胜利 突然一下没有胜利了 这个就叫 就是说这个时候 突然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外面的空气动力条件 气动力啊 会有巨大的改变 使得你这个 胜利 再也不能维持了 这个时候 就是说这个 就是 到了施数 实际上 实际上呢 这个一般来说 比如说这alpha 这个是cl 那么一般来说 它这个曲线呢 它是 这个往上涨 涨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会掉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最大胜利 最大胜利点 过了最大胜利点呢 就 就 就 马上就失速 当然失速是一个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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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马上掉下来 失速 就是说 没有胜利了 胜利 那么 那就看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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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往上升多少 对吧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 还有一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个 我想大家也是可以理解 也会产生胜利 产生胜利 这个 这个有好几种方式 就是我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这个异形 我 这样可以有胜利 对吧 但是我 我不是这样 我是 这样 弯 弯过来 对吧 大家也可以想象 这样也会有胜利 对吧 也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弯了以后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虽然没有 这个 这个 假如说 这个流体 你跟这个 我们把这个角度 α叫做 这个 就刚才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对吧 这个跟来流的这个 假角 对吧 叫做 公角 就是 angle of attack 这个大家记住 这个公角 但是呢 我画的这个东西 除了这之外 它还有 有点弯度 对吧 这弯度呢 也产生胜利 这个一定的弯度 也产生胜利 那么 这个 这个叫做 公角 那么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 弦长 英文里头 就叫 括的 那么 这个最大厚度呢 就叫做 thickness 就是这样一个 一行的一个厚度 那么 实际上呢 这里头 还有 这个 我们说了 这个 就是这个 弯度 弯度 这个 这个 弯 弯度 这弯度呢 有弯度啊 这个也会有胜利 我也直接给大家 写出来 这个 就目前来说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这个弯度呢 也是有 也是有 这个胜利 那么这弯度呢 叫做 这个是 rh 比上 c c呢 就是这个 弦长 h 就是这个弯度 弯度怎么样来定义 这弯度怎么来定义 h 就是这个 从术语来说 就叫熟的 这个 这个 看吧 这个弯度 弯度实际上呢 在这里头啊 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 弦长的实际上 就从前面到后面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 c 就是说 弯度呢 实际上就是中心线 我们这个弯性的 这个中心线 中心线 再从前缘到后缘 这个画条直线 你这个 这条直线画过来 这个就是h 最大的 对 最弯度 或者叫拱度 拱高 这也可以 就是这个 就叫做这个h 这样 这个我们来 来给它一个定义 当然了 这个我们说的 都是这个二维的情况下 到了三维的情况下呢 我给大家一点点概念 到了三维的时候 二维的时候 这个比如说 我们这个 有这样的生力 对吧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这个 假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异形呢 是一个真正的记忆 一个记忆 展向有限的宽 展向这个展长 span 在这个方向 这个我们叫span 在这个记忆 就是说这个 span 这个叫展向 就是沿这个 沿这个记忆这个方向过来 那么假如 这个有一定的宽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是一个三维的 不仅仅是二维 是三维的时候 逐力系数 或者说生力 会增加 还是减小 凭大家想象 生力 假如说 这个是一个 就像真正风筝一样 能不能说出来 减小 为什么 从旁边跑上去 从旁边 哎呦 那你这个 你这个 他说的很对 三维的时候 这个胜利 其实主力 胜利会减小 阻力会增加 这个 确实 什么原因 就比如说 我这个把这个 从边上 从这个后面来看 假如说 我这个是 这是一个三维的 这个一型 对吧 从这边 空气 这边过来 对吧 这个二维的话 就直接流下去了 是吧 但是这个边上 它这个是很讲究 大家看飞机的 这个机翼到一间的时候 它就要做很多 讲究的东西 对吧 那一间呢 为什么要讲究呢 因为这一间呢 它会拖出一间窝来 这一间窝 对 这一间窝 对 这一间窝 有什么特点呢 这一间窝 这个拖出来 所以这个 我画的这条线 假如是它的 这个窝的 窝盒 窝心 那么实际上呢 它这个是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转 转过来 那么假如说 我从这个后面 我这个从后面来看的话 假如这个平板 假如是一个平板 那么它这个窝呢 实际上呢 是这样的 拖出来以后 假如这个拖出来 也就是说 你就看着 是这样的东西 一间窝 这是后面的这个 后面一间窝 那么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 大家就会看着 下面流体往上翻 一翻就把这个 都往下压了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到了三维的时候 这生力啊 就会 生力系数呢 就是要 要减小 具体这个怎么样的 一个公式 我就不给大家再讨论了 有这个概念啊 这会 这会 会减小 同时 这后面一间窝呢 这个是 后面这一间窝 这个有 有的人 这个啊 我也没做 这个详细分析 这一间窝 这个可以 可以利用 这有的人说 这个为什么大雁呢 大雁飞行 是 人质行 有人算过角度 反正这个 但是 道理是什么道理啊 道理是什么道理 大家有没有说过 好像有很多这种讨论 是吧 我也没有 详细的研究过啊 真正这个 这个大雁 这个 啪啪啪 这个 但是 我觉得我们从 这个一间窝里面呢 可以有点解释 可以有点解释 就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 假如这是前面那一支燕 对吧 这是前面那一支 后面那一支 应当在哪里呢 就应当待在这一边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气流啊 这个漩涡 这个是有个上 我们叫上锡 这upwash 对吧 这气流啊 这边 因为你有了这个窝以后啊 在这边气流往上走 对吧 假如说我在 待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飞的话 这不就省劲了吗 对吧 这个就有一个拖住的这个力啊 气流 往上 上锡气流 这样的话呢 所以这个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叶 它又产生 一个这个一间窝 所以下一个又在它在外头 所以这样的话 很自然的话 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啊 但至少从我们这个 从我们这个 一间窝的这个角度来说 好像可以可以理解 就是你这个大燕呢 大燕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它 这个 形状 就这样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 我就要 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边界层 这个边界层的 这个 一些简单的 简单的 这个边界层的理论 其实这个生物 鸟啊 怎么飞行啊 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问 我觉得现在呢 大家开始 当然一直有人研究 就是说这个 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这个鸟 从大的到小一只 到蚊子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苍蚊蚊子 你别看那些 这个 它飞行的角度来说 它都很不一样 你这个 越大的鸟啊 它就 翅膀 扇翅膀就 就越慢 对吧 它甚至可以不扇翅膀 在那好响 对吧 就跟我们飞机一样 飞机 不用 不用扇翅膀 但是 你越小的话 有点麻雀 这个翅膀就扇得很快 等到你苍蚊的话 那你可能这个频率就更高 对吧 这个苍蚊蚊子 这个 这里头实际上 这个就是由 它那个讲究 就跟这个不一样了 就是说它的生力产生 坦率说 它的生力产生 就不是靠 我们刚才说的 靠这个 大鸟 这个翅膀 还比较 比较像这个一型 但是到了 那些小动物的时候 比如说蜻蜓 对吧 蜻蜓 它这个 它的翅膀 就是一个薄片 对吧 但是呢 它又特别好 特别 我觉得这个 现在没有人谁说的清楚 它这个 可以飞过去 还可以 撤回来 是吧 飞着飞着 突然一下掉头 这个 飞机做不到 飞机做不到 这个机动性呢 这个飞着 我也没弄明白 它这个在空中 因为我们跑步 你跑快了 你得拐个弯 还得斗一拳 是吧 你这个 但是它这飞着飞 啪 就一掉头 是吧 这个我觉得 以后大家有兴趣 再来把这些问题 再弄清楚 下面呢 我给大家开个头 开个头是什么呢 就是 应当主要是明天讲了 这些东西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是 incompressible flow 我知道大家这个礼拜三节这个课对大家来说是有点… 我们就把这一周成为我们流体周吧 我们说过在这个边界层里面 出了边界层以后这个流体可以认为是无悬 无粘的 就是说 outside boundary layer outside boundary layer flow is inviscid 那么这个无粘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无粘以后 我们说到了无年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这个流体 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无粘的状态 对于边界层来说我们是作为边界条件知道的 对吧 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ux ux到底怎么变化我们并没有来讨论 这个等于多少 我们假设ux已经知道了 我们假设ux已经知道了 边界层外头的这个ux已经知道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 那么怎么知道呢 那么就是我觉得 这个就我从我们这所谓的这个无粘理论 这个可以得到一些这个结果 我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无粘流动 无粘流动的时候 这个continuity 对吧 我们这个还有 这个二维流动 对吧 这个速度散度等于0 然后这个动量方程呢 moment equation 那么应当是 动量方程应当是这个 五年 五年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方程叫做什么方程 大家记得吗 欧拉方程 对 这个不错 大家记得 但没有这个粘性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方程叫做欧拉方程 就等于是 假如说这里有重力影响的话 那么再加上重力影响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前面我们也简单的也讨论过 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正好 我就要大家回去再复习一下 我们如果我们忽略所谓的这个 当然这里头已经忽略了 Viscus effect 对吧 这个我已经给大家拿掉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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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给大家讲 就是entropy gradient 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这里头 因为我们这里头 并没有给大家真正引入 这个entropy 这个概念 这个 也许 商 在这里头实际上压力的变化 跟商的是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课里头 这个概念都不会出现 同时也不会出现的是 所谓的这个stratification stratification是什么呢 就是分层 就是分层 分层流 所谓分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温度 是有温度梯度 那么还有这个是 non-inertial effect 也就是说这个是非惯性的影响 也忽略 那么这个流动呢 我们可以以前给大家说了 这个流动呢 就变成了 the flow is irrotational 所以大家呢 就回去琢磨琢磨一下 我们在什么条件下 这个无旋 流域变成了无旋的时候 那么这一章 我为什么给大家起个头呢 第八章要讨论的流动呢 就是这个无黏无旋流动 那么这个大家有空呢 稍微复习一下 那我们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谢谢